基础物理2a 5-2 供与重力为能 这是5-2第一份的练习题 第一题 抹城堡有四个士兵在不同的位置助手 如图 这里有甲 乙 饼 钉 有四个士兵 而这四个士兵他们在不同的高度上 第一小题 四位士兵里面何者拥有重力位能最大 所谓重力位能u等于mgh 所以甲的重力位能我们算u甲 甲质量75公斤 垂直高度20公尺 所以m有75g重力加速度是10 h有20公尺 mgh这是甲的重力位能 所以甲重力位能75乘20 1500 所以再乘以1015000 所以甲的重力位能15000交二 乙的重力位能 乙的重力位能 乙是80公斤 有30公尺 所以m 80公斤 g重力加速度是10 h有30公尺 38 24 再加三个零 所以有24000交二 所以有24000交二 这是乙 那丙 丙的重力位能 丙60公斤 垂直高度20公尺 所以m 60公斤 g重力加速度是10 h有20公尺 所以丙的mgh62 12 后面三个零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零 所以有12000交二 丁 丁30公斤 垂直高度40公尺 所以m 30公斤 g重力加速度是10 h有40公尺 所以3 4 12 再加三个零 所以有12000交二 这这四位 所以重力位能 是乙最大 然后再来是甲 而你会发现 饼跟丁一样大 所以重力位能 最大的是以第一题 是B的答案 第二小题 在半个小时以后 丁士兵观察到远方 有敌人接近 所以他走到丙的位置 所以丁走到丙的位置 可是丁从40公尺 他到丙变成20公尺 现在要问重力位能的变化 U 丁的重力位能 我们只要变化 前面加个delta 所以delta丁的重力位能 等于m 质量 丁是30公斤 举重力加速度是10 h 从40公尺到20公尺 所以后来是20公尺 减掉原来40公尺 把后来的位能 减掉原来的位能 所以把后来的高度 减掉原来的高度 所以等于30乘10 300 乘上20减40 变成负20 所以乘起来 有负的6000交二 因为高度减少了 位能减少了 所以位能少6000交二 因此位能减少6000 珠的答案 第三 两军交战的时候 这四位士兵 让相同质量的石块 自由落下 企图砸中 攀爬城墙的敌军 请问这些敌军 被哪一个士兵的石块砸中时 受伤情形最严重 当被石块砸中 是石块的重力位能 转变成掉下来变动能了 所以如果高度越高 本来重力位能越大 掉下来之后 变成动能也会越大 所以这个是把重力位能 转变成动能的例子 所以谁的重力位能最大 题目说 相同质量的石块 所以重力位能 U等于MGH 现在M质量是相同 G重力加速度 地表附近都是10 所以找H最大的 那被石块砸中 它一开始重力位能最大 掉下来之后 动能会最大 所以砸到的情形会最严重 所以找最高的地方 哪里最高 丁是最高 所以相同质量的石块砸下来 丁被砸到的最严重 所以如果被钉砸到 是最严重的 所以第三题 猪的答案 第二题 质量两公斤的物体 从斜坡上滑落至底部 如果斜坡的斜面长度 有10公尺 斜面对物体的摩擦力 是两牛顿 是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 重力对物体做工 多少交额 从斜面上滑下来 第一小题 重力做工 会等于你减少的位能 所以我们假设 在最低点的时候 位能是零 因此 从斜坡顶端 斜面长度是10公尺 这个长度有10公尺 可是30度的对边 长度是斜边的一半 因为 30 60 90 边长笔是1比2 比根号3 所以 垂直高度是斜边长度的一半 所以 先找垂直高度 H H 会等于 斜坡10公尺 垂直高 因为是30度的对边 有二分之一 所以只有5公尺的高度 因此垂直高度 5公尺 所以 从上面掉下来 重力做工 让你位能减少 所以 位能的变化 deltau等于 m 质量 2公斤 g 重力加速度是10 h 我滑到最后 高度是0 减掉原来 是在5公尺高 所以 mg delta h 等于 20 乘上 负5 所以 等于 负的100交额 负的100交额 表示 重力做正功 高度 减少 所以 你的位移向下 重力向下 所以 重力 对物体 做正功 重力做工 100交额 所以 位能减少 100交额 可是 整个斜坡上面 摩擦力 两牛顿 所以 第二小题 摩擦力 做工 w f 摩擦力的工 等于 摩擦力 两牛顿 可是 摩擦力是阻止物体运动 所以摩擦力朝上 因此 往下滑 10公尺 2乘以10 力是向上 位移向下 方向 方向相反 差一个负号 水等于 负20交额 所以 摩擦力 做工 做复工 阻止运动 水 消耗了 20交额的能量 因此 物体的动能 有多少 本来 从上面 掉下来 重力 做正功 未能减少 可是 未能减少 会变成动能 所以 从上面滑下来 重力 做工 正100 未能减少100 所以本来 动能会多100 所以 动能 K 等于 本来 上面掉下来 未能减少100 动能会多100交额 可是 中间的过程 摩擦力 消耗了 20交额的能量 所以 减掉20交额 剩下来的 就是剩下 物体的动能了 所以 物体的动能 有80交额 所以 物体的动能 有80交额 第三 下列问题 这里 有两个小题 将质量 两公斤的物体 放置在空间坐标 三公尺 四公尺的位置 那它 胃能 有多少交额 这里 第一小题 胃能 等于 MGH 我们一般 把地面 当作 灵位面 或者 运动的最低点 当灵位面 这里 在考虑空间 坐标 而 胃能 只跟垂直 高度有关 所以 此和 Y 坐标 有关系 所以这里 垂直高度 有四公尺的高度 所以 整个 胃能 M 两公斤 G 重力加速度 是10 H 垂直高度 四公尺 所以 MGH 总有 80交额 所以 这里的重力 胃能 有80交额 这第一小题 第二 将质量 两公斤的物体 从 三公尺 四公尺 移到 五公尺 七公尺 胃能的变化 所以 第二小题 找胃能变化 Delta U 胃能变化 等于 MGH Delta H 因为 高度有变 而胃能 只跟垂直高度 有关 所以 本来的高度 在四公尺 而后来 移到了 七公尺去 所以 M 两公斤 G 重力加速度 是10 Delta H 从四公尺 移到 七公尺 所以 后来 在七公尺 减掉 原来高度 四公尺 所以 MGH H 这个是胃能的变化 因为 后来 高度 比较高 所以 重力 胃能 增加 因此 2乘10 20乘上 7减4 是3 所以 胃能增加 60胶额 所以 整个胃能的变化 增加了 正的 60胶额 第四题 这水力发电时 具有100万胶额的未能 转换成涡轮机的动能 下列哪一个可能是动能的数据 我们来看水力发电的过程 水力发电一开始先从高处的水 先有重力未能 流到低处的水 这时候 具有动能 也就是 把胃能 变成动能 这个是力学能转换 接着 在低处的时候 水流 有很大的冲击力量 因为这时候 速度很快 所以 去冲击 涡轮机 让涡轮机转动 变成涡轮机的动能 于是 涡轮机就可以带动发电机 让发电机发电 变成发电机的电能 所以 现在的题目说 一开始有100万胶额的未能 也就是 这里有100万 消耳的能量 可是中间的过程 每一个步骤 会有能量消耗 因为有摩擦存在 摩擦会消耗能量 因此 到最后的能量 会越来越少 所以 本来有100万的未能 它不会还是保持100万 所以A不对 能量不会越来越多 所以不会变成300万 所以B不对 而到最后 也不可能变成0 所以猪不对 所以最有可能的C的答案 第五题 第一小题中的理由是 因为中间的切业过程 现实生活有摩擦存在 摩擦 产生热 热也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所以能量转换的过程 所以能量转换的过程 不遵守力学能守恒 可是 还是会遵守能量守恒 所以能量守恒定律 还是存在的 可是中间每个转换 会有摩擦 所以 能量转换效率 会越来越低 所以 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可是 转换效率 会低于100% 也就是 会有一部分的能量散失 所以 C的答案 第五题 阿瓜在高45公尺的大楼顶端 使一个质量5公斤的小球 自由落下 如果不考虑空气阻力 假设地面是零位面 而且 G中力加速度是10 回答下列几个小题 第一个 到达地面的瞬间 小球所具有的动能 球从高处落下 是从45公尺的地方 所以 45公尺一开始 有重力位能 从高处的重力位能 U等于 MGH M质量 5公斤的小球 G 重力加速度是10 H 45公尺 所以 5乘以45 225 再乘以10 总共 2250交2 所以 一开始的重力位能 有2250交2 所以 到达地面瞬间 位能变成动能 我们把地面的位能 直接当作是0 因为这边高度是0 可是 位能 全部转变成动能 因为 不考虑空气阻力 所以 没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下 力学能是守恒的 因此 一开始的时候 有重力位能 2250 到达地面瞬间的动能 变成 2250交2 这个是把重力位能 转变成动能 而动能 变成了2250 所以 小球到达地面的瞬间 它速率呢 2分之1 mv平方 所以m 5公斤 乘以速度 v平方 等于 全部动能 2250交2 所以 v平方 就等于 2250 乘以2 等于 4500 再除以5 所以有900 因此 v 速度 30公尺 每秒 所以 小球到达地面的速度 是30 第六题 如图 这是一个滑行轨道 有一个小车 质量是小m 放在轨道上 不同的位置上 而且 具有不同的出速 假设 所有的摩擦 如果都忽略不计 而且 重力加速度是g 方向 是垂直向下 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 如果把车 放在c点 由静止向左滑行 则到达b点的速率 是多少 从c点往左边滑 滑到b点 一开始 c点是静止 所以 c点一开始 有个高度 所以它有重力位能 到达b点的时候 b是最低点了 在这里 c到b的过程 位能转变成动能 c点的重力位能 直接 直接 等于mg hc 可是 这个位能 因为 c点到b点的垂直高度 相差 hc 所以mg 乘上hc 这在c点的位能 等于 到b点 会变成动能 所以 二分之一 m vb的平方 所以 先要求b点的速率 因此 这个二乘过来 两边质量 可以约掉 m先约掉 二乘过来 2ghc 就等于vb的平方 因此 vb b点的速率 开根号 2ghc 这个 是第一小题 b点的速率 是根号 2ghc 第二小题 车子放在c点 由镜子向左滑 折到a点的速率 有多少 c点到a点之间 它们的高度差 delta h 等于 hc 减掉ha 两相减 这是它的高度差 所以 从c点 要到a点 于是 c点的位能 到了a点 我们说 运动的最低点 当作零位面 所以c到a高度减少了 水位能减少了 减少的位能 转变成动能 所以mg 乘上delta h 这个是c点到a点减少了位能 会变成动能 1分之1m va的平方 两边的m约掉2乘过来 va的平方就等于 2g delta h 把delta h换成hc 减掉ha 所以 数率va 就等于 开根号 2g hc减掉ha 这个是a点的数率 根号 2g hc 减掉ha 第三 如果车子在a点 用某一个初速向右滑行 而且刚好可以到达c点 则它初速是多少 现在第三小题 是要把a点的初速 a点一开始有初速 所以有动能 2分之1m va的平方 到达c点 刚好把动能变成重力位能 等于mg 可是a到c 它的高度是差了delta h 就是hc 就是hc减ha 所以 在a点的动能 等于在c点的重力位能 所以现在问 a点数率有多少 m约掉 va的平方 就等于 2乘过来 2g delta h delta h delta h 是hc 减掉ha 所以a点的速率 就等于 开根号 2g hc 减掉ha 这个是在a点一开始的速率 根号 2g hc 减掉ha 这个是第三 第四 如果车子由a点向右滑行 所具有动能是mg hc 则到达d点的时候速率变成多少 现在从a点开始 a点到d点 a点的时候高度是ha 所以a点有高度 有位能 所以mg ha 这是a点的位能 加上题目说 a点有动能mg hc 所以加上 mg hc 这是a点的位能 加a点的动能 这个能量到达d点 d点的垂直高度是hd 所以d点有位能mg hd 加上d点的动能 2分之1m vd的平方 所以一项过来mg 每一项都有mg 每一项都有mg h a 加上第二项 这是hc 第三项这里mg hd 一项过来一减掉 减掉hd hc vd的平方 这个等于2mient 事件滤 3m vd的平方 2mg s a tw 加HC 减HD 所以低点的速度就等于 开根号 2G HA 加HC 减HD 这个是第四小题 所以第四小题 到低点的动能 是根号 2G 乘上HA 加HC 减HD 这个是第四 第五 车子由A点向右滑行 具有的动能是MGHC 则当它到达1点的时候 速率是哪一个 1点的速率 我们在等高的地方 会有一样的位能 所以一开始高度固定 一开始位能固定 而且一开始有动能 所以整个力学能是固定的 所以到达1点的时候 1点的速率 也就是1点的动能 跟哪一点动能一样 要在等高 所以跟低点的动能是一样 所以 猪的答案 这个是第五题 因为高度一样 会有一样的位能 所以全部的能量 它们力学能该相等 位能一样 动能就相同了 而动能相同 速率就相同了 所以要有一样的速率 找一样的动能 所以它们必须在一样高的地方 有一样的位能 第七题 将质量M的小球 是地面以速率斜向V丢出 是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 小球的速率是2分之V的时候 它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 小球斜向抛出 整个过程没有阻力 没有摩擦 因此 在整个空中飞行的过程 它遵守力学能守恒 所以在地面的时候 一开始有个速率 2分之1mV平方 这一开始有动能 丢出去以后 飞到半空中 它说速率变成2分之1V 所以这时候的动能 2分之1m 乘上速率是2分之V的平方 这个是在半空中的动能 把动能再加在半空中的位能Mg 这时候的高度我若叫H1 所以这时候要问 你地面高度 这个H1有多少 所以这里移向过来 2分之1mV平方 减掉 我们先把2分之V平方 所以这里2的平方4 再乘这个2是8 所以有8分之1mV的平方 所以这个话减乘开来以后 就等于Mghe 所以这里2分之1有8分之4 减掉8分之1 剩下有8分之3mV平方 等于Mghe 两边 两边我们把M消掉 G除下来 所以这时候 H1 就等于F8g分之3v平方 所以距离地面的高度有 F8g分之3v平方 这个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小球距离地面的高度 有4g分之V平方的时候 它速率是多少 一开始在地面上速率是V 所以有动能2分之1mV平方 飞行的过程没有阻力 没有摩擦 力学能守恒 所以等于2分之1m 这时候要求速率 假设速率是V1的平方 加上未能 因为已经在半空中了 所以Mg 可是高度是4g分之V平方 先把g这里先约掉 所以等于2分之1mV的平方 加上后面这一项是4分之1mV平方 所以把这一项移向过去 所以2分之1mV的平方 等于2分之1mV平方 减掉4分之1mV平方 所以这里前面的2分之1是4分之2 减掉4分之1等于 4分之1mV平方 前后两边m消掉 现在要求V平方 我们把m约了 所以2乘过来 所以V1平方等于4分之2 2分之1V平方 所以V1就等于 开根号2分之2分之2V 所以这时候的速率是2分之2V 这个是第二小题 第八题 值量m的指点 是半圆形的碗边缘 自由落下 假设碗的半径是R 而且表面光滑 并且整个碗是固定不动的 则 指点滑到底部的时候速率是多少 指点滑下来滑到底部 整个碗是在这个高度上 可是最低点在这里 最低点跟最上面 整个碗的半径是R 所以碗距离最低点的高度 是垂直高度 在A点如果这个位置是A点 底下最低点这里叫B点 A点的时候是从镜子开始自由滑下来 所以A点的时候只有位能 MG 垂直高度R MGR是在A点的位能 可是A点从镜子释放 所以A点速度是0 A点动能是0 所以A点只有位能 下来以后到达B点 这时候高度减少了 速度加快了 位能变成了动能 所以在B点的地方 有1m2 B点速度 我假设是VB平方 所以M跟M消掉 所以滑到最低点的时候速率 VB平方 就等于2倍的GR 所以VB B点的速率 等于 根号2GR 这个 是第一小题 滑到最低点速率 根号2GR 第二小题 指点滑到底部的时候 玩给指点的正向力 所以这颗球如果最低点到这个地方 指点本身有质量是M 所以有个重力向下是M 现在 碗从上面滚下来到最低点的时候 有个向上的作用力 这个向上的力就是正向力 因为指点向下压着碗 所以碗向上支撑着指点 所以指点有个向上的支撑力 这是玩给指点向上的力 而在最低点这整个过程是圆周运动的一部分 所以在最低点这一瞬间 向上的正向力是N 减掉向下重量Mg 所以指点在这个位置 它受到两个力 向上正向力 向下指点的重量 可是现在绕圆周 圆周圆心在上面 所以向心力一定是向着圆心 因此向上的力是N 向上的力N减掉重量 这两个相减就是合力 合力让指点在最低点的时候 做圆周运动 等于MV B点的速度VB平方 除以半径R 所以N正向力减掉Mg 等于M除以R 这里有VB的平方 所以VB的平方是2GR R乘上2GR 所以这里R跟R约分 因此N减掉Mg 等于两倍的Mg 因此N等于减了Mg 一向过来 两个Mg 再加上一个Mg 加起来总共等于3个Mg 所以 磁点在最低点的时候 有个正向力 3Mg 这个是第八题 第九题 单摆由60度的摆角 开始摆档 而摆长是10公尺的时候 摆垂质量2公斤 如果不计摩擦 取重力加速度用时 则摆到最低点的时候 速度是多少 单摆在这边摆动 这是一个弧线 而这个弧线摆长10公尺 所以到最低点 整个长度是10公尺的长度 可是整个单摆 它这时候的高度 垂直高度是这一个 我们知道上面夹角是60度 所以底下这个角度是30度 因此我如果这一点是O点 这点是A点 这里B点 这边是C点 所以单摆在摆动 从端点的地方C摆到B 可是垂直高度ΔH 是等于全长有10公尺 可是扣掉上面OA的长度 所以OA有多长? OA的长度是30度的对边 所以我们知道30度的对边 这个长度是斜边的一半 所以我知道OA是整个斜边的一半 所以OA长度是5公尺 所以全长是10公尺 OA有5公尺 量一减 我知道高度ΔH下降了5公尺的高度 所以从C点到B点高度下降5公尺 结果高度少了 胃能少了 可是速度会快了 所以动能多了 因此C点的重力胃能 会等于B点的动能 所以从C到B 整个过程 胃能慢慢的变成了动能 所以最高点的时候 质量M 百水质量2公斤 G 重力加速度是10 H 垂直高度 整个ΔH是全长 减掉上面OA 所以AB的长度 5公尺 这个就是MG ΔH 结果下来 变成了动能 1 2 M质量2公斤 乘以速度VB点的VB的平方 所以这边2跟2约分 520再乘10是100 所以VB的平方等于100 因此我知道VB速度是10公尺每秒 所以B点的速度是10 这个是第九题 第十题 如图 由地面上移20公尺每秒的速度 先值上抛一个100克的球 球落下以后碰到地面再反弹上去 反弹15公尺高后才又继续落下 如果重力加速度G等于10 则 求碰 求碰撞地面损失的力学能 是损失了多少 我们这边要求求损失的力学能 我们先知道一开始的力学能有多少 地面上的时候一开始速度是20 所以一开始有个向上的速度 这个向上的速度一开始是20公尺每秒 一开始的动能 因为质量100克m 等于0.1公斤 所以一开始的动能 我叫做K1 等于2分之1m 100克0.1公斤 速度一开始是20 所以20的平方 因此20的平方是400 乘上0.1是40 除以2是20 所以一开始的动能有20交2 然后球弹到最高点中掉下来 结果第二次反弹又反弹了15公尺 所以第二次反弹15公尺 因此反弹到最高 卫能U1等于m0.1公斤 G重力加速度是10 H15公尺的高度 所以10乘15 150乘0.1等于15交2 所以最高点的卫能是15交2的卫能 表示我反弹一开始的动能是15交2 所以球上去反弹再下来 如果中间在空中的过程是没有摩擦的 可是跟地面碰撞的过程是有摩擦的过程 所以和地面碰撞 我一开始的动能有20交2 所以在地面上一开始有20交2 到最高点应该还是20交2 落地之前应该还是20交2 可是触地以后 第二次反弹到最高 只有15交2而已 所以表示反弹前的能量只有15交2 所以本来20交2 后来变15交2 所以损失了力学能 这是在地面碰撞的瞬间所产生的 和地面碰撞的过程 会有力学能损失 所以后来的能量是15交2 可是撞地以前有20交2的力学能 所以15-20少了5交2的力学能 所以求碰撞地面损失了力学能 是损失了5交2的力学能 因为这里已经强调是损失了 所以损失了5交2的力学能 这个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损失了力学能是否自然消失或转移 宇宙间能量不会无故消失 会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所以整个过程本来是力学能的变化 因为有摩擦的存在 所以整个过程因为摩擦的关系 产生变成了热能 所以减少的力学能变成了热能 这个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可是力学能不守恒 所以损失的力学能是否自然消失或转移 它是转移了 是转成了 热能 所以能量不会凭空消失 只会由一个形式转变成另外一个形式 这个是能量守恒定律 十一题 一个物体由高H处自由落下 假设地面的重力加速度是0 则距离地面3分之H的地方 动能跟位能比值是多少 现在从高度H的地方 所以如果球本来在这里 可是距离地面有一个高度 所以假设这个高度 地面在这里 这个高度本来是H的高度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有个位能 U1 等于MGH 这是全部所有的力学能 一开始的力学能 它现在 从上面自由落下 距离地面3分之1H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个3分之H的高度 如果这边的动能 我叫做K1 可是把动能加上位能 K1加U1 K1是现在要求的 U1是离地面3分之1的高度 所以MGH乘上3分之1H 这个是离地面3分之1H的位能加上动能 而这个加起来 中间的过程没有能量损失 所以等于最高点的时候 本来在最高点的时候 只有重力位能 所以MG 随之高度是H 所以K1等于什么 一向过来MGH 减掉1分之1的MGH 所以一减等于3分之2MGH 这个是在离地面3分之1这个地方 它的动能 所以现在要问 离地面3分之H的地方 动能跟位能的比值是几比几 所以现在要找动能K1 比上位能UE 而动能是3分之2MGH 位能UE是3分之1MGH 所以MGH都约了3也约掉 两个比是2比1 所以比值2比1 比值写成2 12题 AB两个小球质量相同 同时从地面上向上抛起 A球的出速度是B球的3倍 而A球所能够到达的高度是H 则B球能够到达的高度是多少 AB两颗球质量都相同 所以我假设A的质量等于B的质量 既然质量都一样 我直接都用M做质量 那A球的速度是B球3倍 所以VA如果是3V B点的速度那就是V了 所以一个是3V一个是V 所以A点在地面上2分之1M A点的速度是3V的平方 可是这个速度会有这个动能 等于到最高点 题目说A球最高可以到达H 所以等于MG 最大高度是H 这是A点在地面上的动能 变成到最高点的位能 那现在同样B2分之1M 可是B的速度只有V 所以V的平方 所以在地面上B点球用力丢出去 B的动能写出来等于 B点到最高MG 垂直高度假设是H1 那现在问A点到达H B点会到达多少 于是左右两边 我们两边相比 1分之1都有约掉 M都有约掉 3V的平方是9V平方 分母是V平方 所以两边一比等于9比1 所以等于MG也都约了 所以上面剩下H 底下剩下H1 所以你会发现H等于9倍的H1 或者H1等于9分之1H A点高度到达H B点高度到达的是9分之1H 这个是12题